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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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亮表有五个分亮表组成 分别测试运动能力 身体状况 外貌比吸引的程度 身体比肌肉的力量 和整体的身体自我评价 该亮表具有良好的性效度 这是身体的自我直觉泡面图亮表样题 2001年 徐霞在Fox的身体自我直觉泡面图的基础上 通过对498名大学生 进行大学生至尊问卷调查 发展和修订了大学生身体自尊亮表 该亮表包括一个身体自我价值感主亮表 和运动技能身体素质 身体状况和身体吸引力 四个分亮表 第二个 身体自我的描述问卷 国外学者及其同事 在1994年 针对澳大利亚12至15岁的青少年学生 编制了身体自我描述问卷 2002年 杨健通过对我国664名中学生 进行身体自我描述问卷的调查 修订了身体自我描述问卷 以考察身体自我描述问卷 在我国中学生身体自我观念研究中的 适用性以及自我观念发展的特点 结果表明 身体自我描述问卷 在性度整体上可以接受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结构效度 身体自我描述问卷 11个纬度分别为健康协调 身体活动 身体肥胖 运动能力 身体的 整体身体 外表力量 灵活耐力和至尊 该问卷 含48个正向题 22个反向题 正向题按选项 1-6分评分 反向题目 7-7 该题的原分 这为该题的转换后得分 个题得分相加为该纬度得分 这是身体自我描述问卷的样题 第三个 少年儿童身体自尊量表 近年来 为了编制一套适用于中国少年儿童身体自尊并具有良好性效度的测量工具 2000年 段燕平在参考澳大利亚学者编制的身体自我描述问卷和身体自我知觉抛面图的量表的基础上 以459名武汉市中小学生背试研制了少年儿童身体自尊量表 量表含有七八个条目通过身体的吸引力 运动技能 身体的活动 力量 速度 柔韧性 耐力 协调 外貌 健康 身体自我价值感 整体的自尊 12个分量表 来测量少年儿童的身体自尊 结果表明 该量表具有一定的结构效度 性效度指标基本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这是少年儿童身体自尊的量表的样体 本节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